哦,老DK不信 没关系富婆,盒牌再开上一枪啊 DK他会信的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翻前Sashimi用A10不同色加注到了140刀啊 结果呢,被三个人跟下来 而且都没什么好牌 翻牌A勾2两张红桃 DJF正好是中了勾2两对 翻后Sashimi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这可能是要吃到一个家族了 来看一下尺度 哎呦,尺度有点大呀 直接是喊出露印 DJF就是奔着一张A4去打的 而Sashimi呢,很有可能 拿对手是两张红桃来处理 扣了 这手牌对于Sashimi来讲非常的麻烦啊 他可以凭借一张A4一张10 或者后门除了勾和2以外的其他攻队啊 来反超还是有点难啊 转牌红桃5 第三张红桃 但是很可惜啊 Sashimi一张红色的牌没有 最终合牌一张草花8 那么恭喜DJF 过二两对从Sashimi身上拿到了Double 继续来看这手牌 Sashimi拿到了27 看看他怎么来打自己的27啊 掐住到了720刀啊 72就加住到720吗 这是想给其他对手一个心理暗示啊 这不等于变相的透露牌力了吗 DK59方块跟住 NetK要一对5跟住 Sandra一对8跟住 27碰上三个对手 不过好在没什么大牌 Sashimi还是有机会 我还想说看看Sashimi怎么操作 那这不用操作了呀 翻牌面直接拿到27两对 这别人真的是没法打下去了 好家伙 直接推出欧业 14000刀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有27啊 就跟跟看 梦幻开局 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我想不通啊 为什么翻前要下注720刀呢 这不是就怕别人忘记会有27的存在吗 来看这一手牌 哇人有点多呀 这手牌中国富婆啊 在枪口加二位做了一个stradle 最后说话 反手拿A钩加注到了1200刀 我让你们跟住啊 让你们便宜看牌 想拎不住持啊 门也没有 加注到1200之后 哇哦 DK的28不同色选择了跟住 所有好一点的牌啊 全走了 留下了一个最差的 很当然啊 最差的也不是说啊 就没机会 翻牌全K9 三张黑桃 而DK呢 手里拿着最小的黑桃啊 这手牌有点意思 虽然富婆手里没有黑桃 但是DK可不知道啊 咱们就来告诉告诉DK 自己手里的黑桃有多大 3200的坡只打300 是不是拿错筹码了 DK问林吉 你是不是也在等一张黑桃呢 DK反手跟住 这是在暗示对手啊 自己有黑桃 而转牌呢 一张黑桃掉出来 你还别说 DK竟然是领先了 但是这手牌 如果合牌再掉黑桃啊 那又是另一个局面 转牌DK过牌 林吉装自己种花 打出第二枪 38的坡 打2000 最终合牌 一张红桃6 DK再次过牌 能连续跟住两条街 一直跟到River 我觉得林吉啊 很清楚DK手里是有黑桃的 但他还是抱希望啊 DK手里的黑桃啊 比较小 那自己就有很大的概率 可以凭借一手all in 打掉对手 而DK也确实啊 手里捏着最小的黑桃 这个牌面跟住 我认为是没戏啊 哇 这个跟住啊 天哪 这个跟住 此刻真的应该有掌声啊 DK抓到了副婆投机 这手牌打的绝了 这手牌副婆打的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仅仅因为对手是DK 换做牌桌上任何其他一位牌手啊 我都觉得林吉真的是不需要亮牌了 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DJFK勾钢草花 加注到了200 Jessica A5不同色 位置比较好啊 选择跟住 DK圈九草花跟住 副婆一手圈八不同色啊 还是跟了下来的 翻牌三 五 八 又是一个冤键面 DK拿到圈花挺牌 DJF拿到K花挺牌 副婆呢 命中顶对 DJF后卫打500 有中牌的 Jessica似乎打算 要跟下来继续看转牌 但我说句实在话 Jessica打的真是又紧弱啊 就算她看到转牌 我觉得她也赢不了 尤其追转牌的三张Ace 有一张草花Ace啊 对自己还没有帮助啊 副提升 Jessica跟住 DK呢 也选择跟住 而林看到了一个下注 两个跟住之后 反手是加注到了3000 怎么着各位 拿着顺子听牌 铜花听牌 想跟我这便宜看转牌是吧 门也没有 而我就说吧 Jessica这500刀肯定是白花了 她是绝对看不到转牌了 DJF这边应该会跟住啊 DJF跟下来呢 DK也肯定会去扩的 面对两个跟住的话 富婆的一对八 估计有点难打了 而这手牌 其实最大的战争啊 在于后面掉铜花 被富婆挑起来的战争呢 很有可能 以DK啊 被学习啊 为结果 跟住 转牌 红的 还是一张S啊 很大 这样的话 富婆应该不会再打了 check check DJF呢 还是讨厌这张S啊 所有人都过 盒牌 黑的 一张红色的舞 哎呀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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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了呀 哈哈哈哈 哎呀 美女错失了一手葫芦 而被富婆给捡了个漏啊 当然啊 就像我说的 Jessica 是看不到转牌的 她打得太紧了 没办法 来看这一手牌 DK一对钩 庄位加注到600 富婆A圈 300到了2400 刚才被DK抓到 偷鸡啊 这手牌肯定 富婆是想要报仇 两人单挑 来看翻牌 A66 ABB面 林吉拿到顶盾 而老DK 被盖了帽子 这手牌 肯定要被动了 富婆翻后 打一枪 5000的坡 应该是个 三分之一左右的下注啊 1600 恰好三分之一 这种下注 对手基本不用做考虑啊 有牌没牌 都会这么打 DK是肯定要跟的 对对手的判断啊 最主要是来源于 转牌和合牌的两强 DK反手跟注 来看转牌 一张草花4 对于牌面 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一张空气牌 富婆这边 先手过牌 没中牌的 中A死的 都有可能会这么打 而拿到两张红桃的呢 一般来说 转牌啊 会开出第二枪 那么你过 我就没必要再下注了 DK肯定也是要过牌的 你没法确定 对手是否有A死 如果你下注 吃到一个反推 那就很难打了 稍作思考 DK同样 check 盒牌 一张草花9 对于牌面的影响啊 微乎其微啊 后两张牌 算是白发了 而富婆应该也很清楚 自己大概率是领先了 这个时候 想要拿价值 底持8000 富婆这打得很聪明啊 直接推出一个满持 他就是不想让对手啊 认为自己有A死 有A死的话 一般来讲 盒牌没必要打这么大 这摆明了 就是想骗DK 再来抓一次自己偷鸡啊 而DK这边应该要思考啊 林吉刚刚偷鸡被自己抓到啊 这手牌 偷鸡的概率啊 应该会小上很多 因为连续偷鸡被抓的案例啊 比比皆是啊 考虑到这一点啊 林吉这个盒牌的下注啊 就充满了疑点 很像是一个价值下注了 要跟吗 DK 把刚才那手牌输的 要全还回去吗 问林吉 你是再次miss了这个牌面吗 不过这回 DK好像是要改牌了 可惜啊 林吉就差一点点啊 就骗到了老DK 手里那八千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